有好多姐妹们呢 试信我啊 不会用这个鸡蛋清去调这个七子白 鸡蛋清和牛奶搭配这个七子白的话 用的效果真的是特别好 那么今天呢 我再详细的讲一下 用这个鸡蛋清整个去调啊 先把鸡蛋清打了啊 然后把鸡蛋清取成一勺 这是半勺 再往里面放半勺 好了 一勺牛奶 两勺七子白 开始搅拌 蛋清的话不是很好调 我们得多搅拌一会儿啊 多搅拌一会儿 搅拌成这种啊 特别光滑细腻 跟那个酸奶的那种粘稠度的时候 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用 就是调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三点敷了 敷至前脸上打个底啊 家里用的糊糊饼 笋多拍一点 然后呢 精华液 涂个三滴五滴的 打个底 尤其是干皮的话 手和精华要多涂一点啊 涂抹均匀之后 你就可以去把这个 七子白面膜给它浮上去了 按我教你的方法去用啊 效果特别好 然后涂抹的时候 重点去涂抹你 比较暗黄的地方 就比如说你额头上 比较暗黄严重的 你就把这个七子白面膜的 在额头的部位 给它多涂一点啊 它去暗黄效果特别好 所以说总是喜欢熬夜的人的话 七子白面膜就必备的啊 然后到夏天的时候 七子白面膜真的是 很火爆 因为夏天的时候 都害怕晒黑是不是 这个时候七子白来拯救你啊 脸上暗沉没有光泽的 粗糙不细腻的 如果是我们小鼻子上 有一些小黑头什么的 用它的话效果也会好啊 效果也很好 它可以给你 到基底层去给你补充营养和水分 是这样的一个面膜 这样给它涂抹上 我们在家敷的时候 可以把嘴唇 一起给它敷上 有人帮忙连眼睛都可以敷上 眼皮都可以敷上啊 哪个地方暗黄的严重 你就给它厚涂 你就厚涂啊 你觉得你哪个地方暗黄严重呢 你就那个地方厚涂就可以了 敷上之后 涂抹均匀之后啊 涂抹均匀之后 我们一定 想让它效果更好的话 一定要在这个 漆紫白面的外面 再敷一片补水 那这样的话 它的效果就会翻倍 滋润度保湿度就会更好 用上漆紫白之后 再把这个补水贴片面膜敷一片 它的滋润度保湿度 就会更保鲜膜 前三天 敷15分钟可以了啊 三天以后 可以敷半个小时 你会发现 你就按我这种方法去 能够敷半个小时 你会发现 你敷半个小时的时候 比你敷15分钟的时候 更滋润啊 然后这样的话 就比较适合一些皮肤 甘满油啊 可以给你补水 晾肤 紧致养颜 增强弹性啊 咱们那个 脸上有一些小黑点点 乱皮肤黑 皮肤黄的 暗沉的 没有光泽 总是喜欢熬夜的人 这么去用就行啊 特别特别说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